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受质疑的经历以及为人等多项争议 2009年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曾经质疑 文怀沙虚报年龄约10岁 目的是为了要突出自己是张太炎的弟子 跟鲁迅是师兄弟 报导也批评文怀沙的名声是有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 以及爆发户等营造出来的 至于文怀沙声称他在文革时曾被打成反革命 右派分子而锒铛入狱的经历 之前也有相关报导反驳 文怀沙不仅没有当过右派 更曾经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激进 其中文艺大师吴祖光在生前就曾多次对人说过 他对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谅的人就是文怀沙 另外据称文怀沙在1963年年底 还曾经被判处劳教 罪名是诈骗流氓罪 看来即使病逝人间 文怀沙的生平争议 短时间之内恐怕仍然无法随着他的安息而消逝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掌握世界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台